因为王岐山在美国尝匿的资产和世界尝匿 千万要相信其他说的话 绝对习近平、习太阳不知道 就在这个方面 习跟他比就是一农民和市长的差距 他不懂得玩法 就王岐山1989年 人家姚依林告诉家里面说 现在中国是咱是说了算了 这是咱的中国了 这个东西都值得北京信 咱战友也是 其中一个股东被骗走了一千万 投资 结果北京高速路工程分红 不给分 他还起诉了 这是咱战友 结果我要采取行动的时候 人家说你得给我一个杠杆 我帮你把这钱给他封了 这个你知道香港的整个威夷 在香港控制多少钱 你知道吗兄弟兄弟们 你别再查查啊 咱这故事刚刚开始 就是这是第二个海航 海航跟这个比真的是毛都不算了 在香港你数得着 好多大楼背后就是威夷的 就是暗示的 你知道我真的是在这个凤凰城 跟储了店一样 他为什么老天爷 这个时候给我们这文件 他来自文耀 来自战友呢 最重要的这个秘密 谁知道呢 没人知道 最重要的是王岐山的资产 有没有动 连毛都没动 就是王岐山的羽翼 完全没碰到 王岐山 他只是一个代表 是中国的沼泽地 和外国的沼泽地的勾结 这个勾结 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就是他在那个年代 你看看王岐山 是什么时候去了北京 是吧 2003年 2004年 20526年 你看这里边人物 最夸张的 那个中银投资叫曲红 那是我的公司 好不好 你看打官司 是我的公司 北京盘股 最早的注册人是谁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横击 北京盘股 当时就是北国投刘建华 刘建华当年牛叉到什么程度 北京市长 你请不动 你可以请动 你请不动刘建华 一直通中央啊 北京信托 玩几万亿 其他人是你看着的账 现在不在账上的一个金融担保票局 打几万亿 没有人知道 你说这个雷有多大 什么叫deep state 太开玩笑了 你跟王岐山比 真的不算啥 人家玩这个 一个国家的金融 国家都不知道 还到今天都不知道 再一个 你看到 除了中银 跟七个人关系 你看到李爱庆 那时候李爱庆老牛了 是北京财政局的 国资委的一把手 市政府副秘书长 结果马上王岐山引来 我这几个哥们全去当秘书长 北京市政府 翟洪祥 常务副市长 吉林 我拿回盘股 干掉刘志华的时候 刘志华用的什么公司 住在哪 你们还记得吗 北京能源控股 北京能源控股在哪 在北京清华 清华通方大楼 清华通方大楼 二十楼和二十一楼 有一层是刘志华办公室 楼下是俱乐部 就是玩小姐 还要在玩的地方 就第一次抓捕的地方 那这个楼上这层 下面能源是公司 是谁的呢 他的老板 就是胡锦涛的儿子 胡海丰 叫威氏集团 七哥也有股份当时 北京能源集团 是这里边的大家 所以你看到 整个北京信徒的圈 你看七哥能今天给你抢出来 钟银 刘建华 是吧 李爱庆 北京能源集团 刘志华 这一堆都俩着呢 所以说 你看七哥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一切 我才能配当爆料人 请不吝点赞 Ire又上 我们 anim咱们 stuck给我